第七题 题目说 在座标平面上有一条直线L 是Y等于X加2 所以X加2于4XY 当X等于0Y等于2 而X等于-2则Y等于0 因此我们看底下这个图 如果这是X轴 这个是Y轴 中间这里是圆点 现在直线L是 X等于0的时候Y等于2 于是Y等于2在这一点 而X等于-2Y等于0 因此X等于-2Y等于0在这一点 于是通过这两点的直线 这个就直线L 这个是Y等于X加2 而这条直线和X等于6交在B点 所以X等于6 于是X等于6是这一条直线 因此上面这一点 这个是B点 X座标是6 而当X等于6的时候 6加2于是Y等于8 所以B点的座标是68 而A点是在Y轴上 因此Z点是A点 A点是X等于0Y等于2 现在要在X轴上我们要早一点 使得PA加PB是最小值 因为两点之间的距离 以直线距离最小 所以A点的座标是02 如果我们找X轴的对称点 于是在X轴的下方 0-2的地方 这一点是A' 因为OA等于OA' 所以A'是A在X轴上的对称点 这时候我们把A'B连接起来 我们找A'B和X轴的交点 这一点就是P 因为P点在对称轴上 而A点和A'B两个互为对称点 所以PA会等于PA' 因此A'B是直线距离 这个距离是A'到B最短的距离 也是AP加BP的最小距离 因此我们先找A'B的方程式 假设Y等于AX加B 于是当X等于0的时候 Y等于-2 因此-2等于X是0 直接加B 因此B等于-2 我们把B等于-2带入 这时候B点座标 X座标6Y是8 所以Y等于8等于A乘X是6 减2 于是一向过去 10等于6A A就等于6分之10 所以等于3分之5 所以A'B的方程式是 Y等于3分之5X减2 而在这条方程式上 如果Y等于0 则S座标也是P点的S座标 于是Y等于0的时候 等于5分之5X减2 一向过去 这时2等于3分之5X 因此5X就等于6 X就等于1.2 因此P点的座标 它的X座标是1.2 Y座标是0 所以P点的S座标就是K 因此K等于1.2 所以K的值等于1.2 而P点加PB的最小值就是 A'B的最短距离 也是A'B的直线距离 这时候等于根号 我们把B点的座标 6减0的平方 加上8减2的平方变成8加2 结果等于10 所以是10的平方 因此等于6的平方36 加10的平方100 因此等于根号136 136等于根号4乘以34 因此就等于2根号34 所以A'B的距离 也会等于PA加PB的距离 这个等于2根号34 所以PA加PB的最小值 等于2根号34 这个第二小题 所以A'B的距离